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的新吃法 锅中加入清水,再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化开 加入食盐这样煮出的面条更加劲劳 煮面条水不要烧开 看到锅底有微微的小气泡时再下入面条 用筷子搅散,防止粘连在一起 同时让面条受热均匀 面条煮开后不要一直煮,再打入半样冷水 这样煮出的面条成熟度一致,煮出的面条口感更加爽滑 面条再次煮开后再打入一次冷水 面条不要煮的时间太长,时间长了,面条吃起来没有嚼劲 煮至像这样,用筷子轻轻一夹就夹断,没有硬心就可以了 控水捞出 放入凉白开中过凉 过凉后的面条吃起来会更加的有嚼劲 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现在再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适量的盐 白糖 鸡精 再加入一勺陈醋 半碗清水 然后搅拌均匀,化开调料 再取一个小碗,加入一勺芝麻酱 再加入少许的温水,搅拌化开 划开后放在一旁备用 再取一颗葱,切成长段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放入葱瓣 炸下葱油 用葱油拌出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把葱瓣炸至金黄,捞出不要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让酱油和葱油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烧开以后再放入面条 搅拌均匀 拌匀后再加入调好的芝麻酱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即可收火 装入盘中 再撒上葱花 这样美味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尝一口爽滑又劲道 做法简单 特别适合早晨上班上学用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